87年前的电影特效居然让人几乎找不出瑕疵 这一天 一艘直径60公里的外星飞船登陆地球 但在经过大气层的时候 整个天空都在冒着熊熊烈焰 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被巨物支配的窒息感 从未见过如此景象的人们已经乱坐了一团 奇怪的是 飞船登陆后并没有进一步采取任何措施 有人认为那是高等文明要与人类友好交流 他们高举牌子开始欢迎外星文明的到来 军方迅速拍出一架名为迎宾套的直升机 与前往友善沟通 可迎来的却是一枚机关导弹 迎宾号瞬间化为飞灰 人们这才意识到这是来者不上 这时 飞船底部的参门缓缓打开 一道幽染色的关注倾斜而下 下半的高楼就如纸皮一样被瞬间燃烧殆尽 爆炸带来的铝波铺天盖地 等人们反应过来时 以尽数被火焰吞没 苏勒城市在弹子间化为灰烬 军方立即商量反击对策 地球与外星之间的战争首次大响 先锋部队射出百枚导弹又要试探敌方生线 可漫天的飞弹还未接触到飞船 就被一层关罩尽数打下 见第一波攻击失败 战机迅速并分拔方 可无论从什么角度发起进攻 结果都是一样 就在这时 外星飞船也开始发动故事 母舰里飞出成千上万的外星战机 首次交风 却发现人类的战机在他们面前毫无反感之力 因为就连这些小型外星战机也有关罩护体 没过多久 先锋部队就近乎团灭 总统见算立刻下令全军撤退 外星战机乘胜追击 执逼北美军事基地 整合基地被无情的摧毁 面对实力相差悬殊的外星飞船 能不能有心反抗却是无力抵挡 与此同时 一名名为史蒂夫的飞行员正与对手奏选 凭借对地形的首席 多次夺过敌方进攻 眼看蓝料即将耗尽 史蒂夫零关一闪 打开战机减速装置 一张减速装置 从后方张开挡住敌方视线 紧接着启动紧急避险撞置 战机撞毁在峭壁之上 紧跟的敌军反应不及也跟着撞杀 虽然有光照防护 但剧烈的撞机也让敌机落在地面 史蒂夫安全降落 他打开敌机舱门 神秘的外星生物露出阵容 但史蒂夫毫无不拘意 一拳将其机遇 他拖使外星人在沙漠上艰难前行 好在半路遇见了逃难的部队 他跟随部队进入美国最神秘的秘密基地 将刚刚抓获的外星人给首尾看后 首尾也不禁吓了一跳 连满难行 而这座基地 这是政府秘密培养 专门研究地外文明的五十一区 原来政府在六十多年前 就已经发现外星文明的存在 这座飞船就是1947年 罗斯威尔事件中坠毁的外星背地 里面的外星人单差死亡 如今也被泡成药酒用来撞牙 现在有了史蒂夫带来的活体生物 科学家们单体操刀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这个外星人全身负责着一层生物披甲 科学家用手术刀从头部开始解剖 外科的突然展开 吓得大家连满后退 不过什么都没有发生 领头的长发博士继续操刀 他切开内部粘膜 掀开后 发现外星人的真身残在里面 正在大家惊叹之时 却丝毫没有发现 他的手指正缓慢胎息 紧接着眼皮一发 强烈的脑电波瞬间就让长发博士头痛欲裂 紧接着他挣夺手术台上的舒服 存过自由后 他便开始打开杀机 刚刚的脑电波攻击 已经让他彻底掌握人类的结构信息 他用触角捆住博士 愿博士的身带开始与外边的官员对话 总统开始谈判是否能够和平共处 但外星人坚持人类只有死路一条 话音甘落 总统也遭到了外星人的脑电波攻击 看来与其对视就有可能被精神操控 所有人立即全力开火 这才阻止悲剧的发生 不过 通过刚刚的脑电波连接 总统也从对方的脑中获取部分信息 他们原本星球的资源已经枯竭 现在要来地球将人类取而代之 在将军补枪彻底将其击杀后 外星人也做好了全面进攻的准备 原来之前出现在地球上的盘朗大物 不过是外星人的小型战舰 他们总舰的体积差不多是月球的四分之一 如今只见已遍布世界各地 见此行星 总统立即下令启动核武器 很快B21远程控炸机带着核弹 朝外星战舰出发 在距离一公里的地方发射了一枚百万吨单量的核导弹 核弹精准击中外星战舰 指挥室里已经欢呼血跃 可这时的人类不过是坐井观天 地球将最强大的核武器 根本破不开外星战舰的防护光照 外星战舰毫发无损 就在大家绝望时 一名带眼镜的科学家想到了破解防护光照的方法 那就是利用50地区中存有的外星战舰 开发出针对光照的木马病毒 然后再把病毒直入镜藏在太空中的外星母舰 这样就能感染所有的外星子舰 他们必须挑选两名战士操控这艘战舰潜入母舰 这样才有希望将病毒直入 于是史蒂夫和眼镜科学家成为了人类胜利的最后希望 眼看即将靠近母舰 飞船突然自动切换为自动驾驶 不过这都在意料之中 在母舰的牵引之下 他们成功进入母舰内部 里面盘根错节的许多柱形结构 应该是外星人住的房子 而在飞船中心的圆椎建筑 就是卫星战舰的停靠站 飞船从一群外星人的头顶飞锅 下方的巨大平台上 数百万外星军队整齐排列 看似已经集结完毕 准备发起对地球的最后路径 史蒂夫驾驶的飞船被固定在停靠点 严谨科学家开始上传 玄猫烧箱病毒 在病毒开始上传后 地球的指挥部也收到消息 全员进入备战状态 一场旷式大战即将爆发 随着病毒植入成功 整个外星母舰的系统开始瘫痪 地球的军队当即发起进攻 可防护盾依旧存在 导弹被拦截在外 可现在放弃只有死路一条 于是开始了第二轮的尝试 没有辜负中方 导弹在战舰表面炸开 人们为此恍惚缺越 至少这一战不会再无还手之力 确认攻击有效 人类的战旗发起全面进攻 可数百枚的导弹 依旧难以攻破外星战舰的坚硬的外壳 此时敌方也派出卫星战舰进行反击 但此时的卫星战舰不再拥有反护关照 顺帮战的旗鼓限大 卫星战舰终于不再保留 他们试图再次开启 飞船的终极激光炮武器 这个武器的恐怖 人类之前深有体会 一炮口瞬间摧毁速度的城市 激光炮周围有坚硬的参门抵挡 想要摧毁它只有从下方正面攻击 可负责攻击的战舰却在关键时刻出现故障 导弹无法发射 无奈 士兵只好驾驶战机 直接撞上激光炮的炮口 剧烈的爆炸 顺着激光炮口蔓延整艘战舰 这旁廊大武瞬间拦起雄雄烈火 然后静止朝地面坠毁 原来那个激光炮口 就是外星战舰最大的落点 很快这一消息被传送到世界各地 与此同时 太空母舰上的史蒂布和科学家 完成任务后 发现自己的飞船被固定住无法行驶 他们向母舰植入自毁程序 30秒后 这里将会化为灰烬 在向控制式的外星人表达友好之后 他们果断发射掉飞船上仅有的导弹 幸运的是 因为爆炸导致固定架出现松动 史蒂布急慢驾驶飞船迅速逃离 后面树架敌机紧追不舍 可他们还是在最后关头逃离母舰 母舰内的外星人 只能静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剧烈的爆炸在宇宙中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人类虽然取得了胜利 但外星人是否会干预这次的失败 他们是否还会卷土出来